第二屆香港國際人才高峰論壇成功舉辦 下面有廣州臺特派記者帶大家 分別到香港主會場和廣州南沙分會場 看看現場的情況 據天下英才開香港新篇 第二屆香港國際人才高峰論壇 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辦 你哪個地方最老人才 你的經濟就發展 我們不是記才 我們是歡迎各方面的人才 越多人才 對國家的經濟各方面發展 就會起到一個很大的衝進 除了香港主會場 論壇在深圳前海 廣州南沙和江門市 設置了分會場 600多名嘉賓出席 廣州市委常委南沙區委書記 盧一仙在致詞中提到 人才巨灣區星 人才通灣區榮 建設國際一流灣區 關鍵在於要有國際一流人才 論壇圍繞合作共贏 國際人才戰略新趨勢 敢想敢創 香港人才發展新機遇 及協同聯動 灣區人才共享新未來三個議題 探討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 和國際人才競爭下的角色和功能 本身也在香港住嘛 可以看到 從科技的視角來說的話 這個發展得特別快 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啊 無論說是金融啊 零售啊 或是其他的一些產業 都在擁抱這個數字化 我就覺得大灣區一切一家人 我們香港政府和灣區的政府 應該大家互相配合 包括政策啦 procedure 能夠令到兩地的人呢 盡量來 互相模合融合 這樣才發揮各地優勢 才是最好的 我特別想對年輕人說的一點就是 這裡有 其他地方不具備的 優勢 就是機會很多 遇會嘉賓紛紛表示 對粵港大灣區各城市的未來 充滿信心和希望 呼籲具有國際視野 國際經驗和家國情懷的各類高水平人才 匯聚灣區 共創未來 通過人才在香港的聚集 進而是融融灣區 服務灣區 服務國家的發展大局 所以說香港在整個國家的發展中 無論是人才的聚集中 產業的發展中 未來的大的發展 都希望為國家的發展做出一個更大的貢獻